小菜 Yes 又到了我們球友Q&A的時間 沒錯 就是要先感謝我們的乾爹 LMS 我真的覺得越來越帥了 它的款式很好看 它裡面還做這種兩件事 就是雙層的兩邊的 你也可以穿白色或是這樣子 都可以打 超級帥 今天想說我想要低調一點 就換這裡面 我覺得我今天特別的energy 那我就換另外一面來穿 尤其是它今天又出這種帽提示 覺得這樣子打球帥不帥 其實我穿這樣去打球 很多人都在看你 真的 因為真的還蠻亮的 而且它不會卡卡的 我已經下場測試好多次了 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我們LMS的 YES 還有就是說你可以輸入我們的優惠代碼 LMS MH B 都是小寫 LMS MH B 來我們來分享我們今天的球友科 好 很多觀眾有來信問我一件問題 我們在切球的時候 我們之前有聊到 我的重心會把它壓在左腳 對 重心就是7 3的比例分配 OK 今天如果在切的時候 如果把它向上轉動的時候 我的重心是不是就會跑到右邊來 嗯 那很多人就會很懷疑說 那為什麼要去壓到左邊 因為你上肝 重心還是回到右腳 下肝又再回到左腳 嗯 那我們就來探討 為什麼要把重心分配在7 3 如何去改善說 欸我的重心轉移的問題 嗯 到底永遠都是7 3 然後上肝也是7 3嗎 還是說會有重心轉移的問題發生 剛剛阿比提到的齁 會把重心壓在左腳 比如說左腳7 右腳3 或者是前腳7 後腳3 這種狀況主要就是在你 沒有去動到轉身的幅度下 比如說短短的像那種 國嶺邊的切球 可能10碼15 25 不需要去動到轉身 所以我就把我的重心壓在左腳就行了 假設說你今天是要去做一個 轉身的動作 比如說50 60 70 那我們的重心就會是55分配 因為我們在做轉身的同時呢 多少都會帶到重心轉移 那如果說你把你的重心很刻意壓在左腳 去做大幅度轉動的話 自己打起來就會覺得回甲是卡卡的 沒有辦法就要順暢的回甲 再來 當我們在下場的時候阿 你要打切滾球 你一定要知道說 你的重心分配再來 很重要 胸口的位置 當我們在設定上去的時候 很多人放重心是把整個身體 包括上半身下半身往左邊壓 其實去放重心是你的下半身而已 所以你的胸口是保持住的 只有下半身 所以不會是你的上半身下半身一起壓左邊 在這樣打的時候很容易打出剃頭球 打到球頭 Top的位置 小葡萄教練我想要再問更詳細一點 打切球的時候 他的球頭是向下 還是說他是有點向上的感覺 如果說你今天只是想要單純切一個pitch in chipping的話 那就是當然是向下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打一個lock 一個高拋 就會帶一點向上的動作 那每個人打高拋的方式其實也不太一樣啦 我之前有看到麥克瑞他說打高拋球 才會想像把他右手是伸直出去的 那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單純把乾麵打開 球會擺左腳就好了 每個人的感受感覺打法全都不一樣 所以還是自己需要去嘗試看看 今天很開心來到我們的南風球場 也歡迎大家可以來南風走走 我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在這邊吃便當吃泡麵 對 在那邊練切球練推桿 也歡迎大家來我們彰化或南投這邊 跟我們一起打球 那我們今天Q&A就分享到這邊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就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小菜會拍影片 跟大家一一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Q&A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